三個星期前從紐約州的一個監獄逃走出來的兩名犯人之一 在星期五被警方擊敗 紐約州州長科目表示 警方在一位居民抱怨說 在紐約州馬龍鎮一個野營路縮卡車附近聽到有槍聲後 趕到該處 並且將名叫為是默特的逃犯開槍擊敗 紐約州州長還表示 目前還不知道另一位名叫是斯威特的逃犯 當時是否也在場 同時也不清楚這第二名逃犯目前的去處 該座監獄裡的兩名僱員 已經由於涉案而被逮捕 並且被指控幫助這兩名逃犯 將逃跑用的工具 藏在冷凍的製作漢堡包用的牛肉裡 偷偷地運到監獄裡